92年的时候我父亲有来大陆参访 他回去之后就很郑重地跟我说 将来未来的发展将会是在大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大陆开始有点向往 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路附近的广城堂中医诊所里 一股药香扑鼻而来 自2002年求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至今 来自台湾的范红毅在北京行医已15年有余 刚好一个姻缘就是在招收台湾学生 然后刚好符合条件所以从中医药大学入学了 从那时候才开始进入北京中医大学 大学期间范红毅学习的是中医药专业 从未接触过这个专业的范红毅有些不得其门 但老师们犹如魔法一般的望闻问切 让他心驰神往 而老师的一句行医要夹着尾巴做人 更让他印象深刻 我最记得东智们因为我上的第一堂课 他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说 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从医学生转为实习医生 从今天开始 耳后将来当医生 要记住几个字 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就是医学是很严肃的东西 而且要谨慎不能焦躁 不能出医疗事故 因为他事关的命 所以这句话对我当时候憧憬挺大的 范红毅热爱钻研古籍经典 结合临床实践 努力为患者寻找最佳治疗方案 终有所成 随着大陆对港澳台医生政策的开放和支持 2023年 他成立了广城堂中医诊所 并担任法人 广城堂这个名字是有个古代的典故 就是皇帝问道广城址 宣有皇帝也是我们炎皇子孙的共同祖先 所以我们借用广城址这个名号 还有张仲锦坐堂医 结合起来就是广城堂 从广城堂开始就是纯中医 所以以中医针灸 中医开药 还有中医推拿 中医爱救为主 范红毅精湛的技术 赢得了很多患者的认同 记者在采访期间 恰于一位被范红毅治好多年顽疾的患者 他给范红毅送来了亲手包的饺子 除了服务好患者 范红毅还希望能为更多台湾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因为我是台湾人 中医爱大学也有很多台湾医生 当时候成立一个诊所 也有一个很大的想法 就是希望让这些学弟学妹 有个多一个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也欢迎我们的学弟学妹 有能力有技术的话 留在我们的广山堂 为大家服务 未来范红毅计划逐步扩大规模 与瑜伽 美发 体检等行业 进行合作并打造一夜联盟 这些都是跟调理身体有关 范红毅说 大陆的市场十分开阔 而且中医药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公众认可 是真正的未来可期 现在中医大家对中医认识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的 已经不再是中医 看中医都是中老年人 以往的中医通常是以中年妇女为主 而且以30岁到60岁的居多 甚至是调理生理性疾病 或者压健康的为多 尤其今年就2024年 来的都是年轻人 甚至有妈妈带孩子过来 范红毅希望未来两岸 就中医药发展方面 能通过共同研究共享资源 互学互建等推动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和实践创新 这是两岸的中医人 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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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